單選二三這一題現在有一個六邊形 那它這裡連了幾條線 他說P跟Q 分別是這兩個三角形的內心 他想要去算PQ的長度 好那談到內心呢 我們就把這個內接圓先把它畫出來 好那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要看這個內接圓的半徑 那我們現在知道這是直角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內接圓半徑 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斜邊加上這個2R 會等於兩股相加 那現在這裡是一個正六邊形 我們知道AF的長度會是2 好那這邊其實就是有很多30 60 90的三角形 這是30度 這是60度 這是90度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C的長度會是這邊的兩倍 所以等於4 所以4加上2R 會等於這裡兩股分別是2 加上兩倍根號3 於是我們就得到2R 就會等於 2根號3 再減2 這裡是R 但是另外一邊 其實也是R 所以這題要算的就是這個2R 所以答案2根號3減2 就是這個選項C C 是1R 所以要這個選項C